勞工署人員星期二早上拿着儀器來造成兩死兩傷意外的沙田園和遊樂場沙井 他們將儀器垂直地包入井內,輪到裡面的氣體濃度 而拒務署人員也有來到 警方就在場協助遺風現場 即使是黃雨,有雨水沖擦 但也沖探不到由沙井發出的濃烈渠臭味 拒務署就說已經即時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停止有關的工作 以及進行安全檢查 並已暫停核下的所有同類工程 發展局長寧漢豪也對事件表示深切哀悼 他又提到清理渠管的工作 工人理應不用走入沙井 只需要在地面用高壓水槍噴水 拒務署和勞工署都會調查 為何會出現今次的事故 有專家在現場視察後認為 進入這個沙井工作應該需要配備呼吸器具 這個位置其實相對於污水賓房都比較近 而一般的情況在污水賓房附近的渠 因為水流會比較慢 因為賓房是會儲了水之後再排走的 因而劉發興的濃度一般都會偏高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做風險評估的話 我覺得就應該要背呼吸器具 如果在井裡面有幾個可能性 但這個是猜的而已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們開井蓋的時候 劉發興的濃度過高令到雲圓 因而可能掉下去 翻查資料 原來早在2006年的8月 沿和遊樂場也曾發生過同類型的工業意外 當時也造成兩個南工人死亡